《神灾好,魔灾小,欢花着包裕,欢花着包裕》 一个老兵的经历可能是故事,但是一百个老兵的经历可能就是历史。 带一张 我觉得我应该给老郑拍一张有宗演的照片 去的下一个村是百草坪 下面的一个四栈庄叫兴树台 去年去的时候他下的一干活呢 我叫李军放 河北平山人 我是一名摄影师 老兵的儿子 老兵拍摄者 就是这 就是我 从2011年到现在 我先后寻访了200多位老兵 拍摄了大约数十万张照片 我拍摄的老兵 大部分都是市匠官周边的 以平山县的老兵为主 而且这些老兵呢 都是打完仗 就回到乡村的 是在乡的老退伍复员救人 这些老兵呢 很少有影像留下来 可能就在部队的时候 拍过一次证件照上的免贯照片 或者偶尔家里有一张合影 我觉得我应该给老郑拍一张 有宗演的照片 拍一张老郑就是生活环境的照片 就环境肖像 一般拍摄呢 都是在老兵的家里 院子里 或者门口 或者卧室 而这一张照片 是在墓地 这个墓地是 平山县的严妆抗战烈士墓 一共埋着223位老兵 这个万国台老人给我亲口讲述过 就有一次战役 牺牲的战友比较多 战友的尸体 是用马车拉回来的 唐梦就是在埋这些战友的时候 初夏的时候 天也比较热了 这尸体腐烂得快 万国台老人唐梦就是 用块石毛井 裹着耗子草 堵在这个嘴上 就一边流泪 一边掩埋战友的尸体 这位老兵叫刘曾英 是平山团的老战士 平山团当年是 被称为海航山上贴的子弟兵 这个刘曾英老人 就是平山团的四号员 我去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 在他们家院子里拍了这张肖像 一个月之后 我再去看老人的时候 老人就已经过世走了 我就在这个 给老人拍照的这个园的地方 拍了一张空影子 也是提醒着我 就是这些老兵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的家境我的拍摄 我一年的时候 我掌握的这个信息 就是总共的老人 平山县在世的 两百多人 这么十年过来 平山县在世的抗战老兵 只剩下21个人了 这两件尽可能的就是 老兵走了 孩子们联系上的通知我了 我都尽可能的就是 给老兵洗一张照片 灵堂上放一张 最后的送老人一程 也是对老兵的 一种宗重和最好的纪念 老兵过世走了以后 老兵有一些衣物 虎口本 君共章 退屋证 还有一些老兵就是 有点文化 或一些家姓家书 甚至老兵用过的 放君共章的这个小布包 那个小布包上 还写着老兵的名字 老兵家书送为我包送起来 当我看着这些 老人的这些 公共的时候 感觉这些 它甚至比我的影像 都怕有温度 我十几岁就离开这个乡村 去城市生活 因为拍老兵 我要回来 这么几年间 走了四百多个村庄 比如开着车 我在路上行走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 原来拍老兵这件事 是我回家的一个方式 来来去去 走了这么十年的当中 客观的时候 乡村还是有了很大的变化 基本上 Terry的路现在 跟最初拍摄的时候 有好多了 应该说 现在的老兵的生活 肯定比五年前 八年前 十年前 好了多了 我了解的现在的情况是 抗战老兵的代言 一个月 应该是一千五百多块钱 这些年 我拍摄的老兵 也做过了多次展览 15年出版了 《平山老兵》 摄影作品集 一等公 二等公 三等公 都离开了 在这房子 还能开架你的鞋子 能开架的吗 啥啥也没有的 哦 这个万国台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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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万国台这人 这个万国台这人 寻防老兵 就是寻防一种感动 寻防老兵 就是寻防一种历史 在同房 看两种整不少 谢谢观看